我们答应了盐头 做完最后这期杂志再做 先来说一下 我们这次的选题 如何优雅地告别 告别一份工作 告别一位亲人 一个朋友 告别一顿爱情 一座城市 所以这次我们打算 用告别之书来做主要题 融合多种表达材质 评接出整个专题 欣姐 什么是表达材质啊 我们以前的专题 通常用的两种组稿方式 一是邀请作者撰稿 二是我们采访 用QA的方式来呈现 但是我跟谷欢聊过 我们发现告别 对于不同的人 不同的语境情境来说 它的意义很不一样 有的告别需要说出来 有的告别 人们不愿意说出来 所以这次我们打算 用更多元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现在接触下来 已经有了几组形式 正好可以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一位武汉的女作家 她给我们提供了 一些书信的照片 是她和丈夫 近十年的通信 直到她丈夫去世 对她而言 所有的书信 都是告别的一部分 组合起来就是一场 横贯半身的漫长告别 还有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 女企业家 她给我提供了 两串特别的数字 这两串数字很理性 其中呢 一个是她曾经的资产 不过一场商界风暴 将一切归零 另外一串是还在 不断刷新的里程数字 现在她是一位转车司机 对她而言 不断刷新的里程 是对生活的一往无前 还有对过去生活 渐行渐远的告别 我们还找到了 最近成功转型的 一位女导演 她以前是做演员的 她给我的材质 我特别喜欢 她给了我十支 她用过的口红 这十支口红呢 每一支都代表了 她曾经饰演过的 一个角色 直到她当了导演的 第一天 她为自己精心挑选了 一支口红 她喜欢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来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大家都知道 我跟谷宽最近在做 二手时尚指南的公众号 经营这个公众号 给了我很多新的经验 以前我们做杂志 都要求编辑推到幕后 把舞台让给撞稿人 摄影师 被采访对象 但是做这个账号我发现 现在的读者 他们更希望看到我们 赚到台前 他们想看到的不光是资讯和信息 更多的是故事 人物 包括编辑本人的故事 和基本人设 所以 这次告别之书 我打算让所有编辑 在杂志里集体亮相 亮相 那就是要拍我们吗 对啊 就是拍我们啊 那个专题组啊 所有人都要集体录出 不光是 那我们也不是明星 也不是偶像 我们啥也不是啊 那即便是最平常 最普通的人 他也会尽力告别 我要求你们 每个人给我一个选题啊 关于你们自己的选题 我说说我的吧 如何优雅地告别一段 糟糕的婚姻